哎呀哎呀 不想上班哎呀 整天看着满嘴是胡子的那个 哎呀小妮 哎呀呀呀 你再做满理台 那么公司就不能有个美女老板吗 哎呀妈小妮哎呀呀呀 怎么又是她哎呀 这小妮满脸都是毛 太前方 谁来了 干嘛呢 怎么还不上班 这都几点了 再让我们睡一会儿好不好 来来来 哎哎哎哎 我跟你们说 我们这次啊 人事变动 来了个大美女老板 大美女老板 大美女老板 美女老板 带我去看看 走走走走走 possiamo找她 走走走我的 asia 小妤 小妤 有请我们的 美女老板 李思思 大家好 微女老板 哇 来 votre 美女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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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老板实在对不起 她那个睡猛着了 你知道吗 咱们公司是真找不着人了 是吧 就是视力都这样的 还能在咱们公司上班 老板说的对 放肆 小妮昨天给我打电话 她说呀 咱们这个春节点子公司 必须得提升业绩 所以我也带来两位新员工 欢迎李思雨 欢迎段依恩 大家好 今天不仅我来了 我带了两位颜值这么高的员工来 惊喜呀 这是 我还带来了客户 还有客户 我们这个公司有客户 真的是过年了 终于开张了 好奇啊 段依恩你的选择是什么 外国人 外国人 我只有在家跟家人一起 就吃饭 特别谢谢段依恩跟我们的分享 第二种来 第二种啊 就是转移注意力的方法 就是比如我们现在在看春晚吧 然后我就问他 哎表弟啊 你觉得你女朋友是喜欢陈伟霆这种呀 还是张一新这种呀 我觉得我女朋友应该喜欢那个陈伟霆那种 你不能说押韵就带过去了你知道吗 姐姐强行强行 强行就别的爱的 完了完了完了 断接接接住 我女朋友喜欢陈伟霆那种啊 妈你看 我们也想问问段依恩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遇到过熊孩子吗 我觉得小孩他们都会喜欢打游戏 我就自己坐在那边打的话 他就会来看我在干嘛 对 我就把手机给他 然后他就瞬间安静了 他就坐在那边自己打 然后就都会管我了 好聪明啊 你看看 所问非所答 场上的八位巨鹰将分为卑鄙所和大胆所 有种事与思思进行死亡丧命 回答内容过于正经 极为失败 来请上 答错呢 我们就群起而攻之 好不好 认真的打吧 认真的打就是往死了来 你知道吗 下黑手 往死了来 没有人看着我说了 是往死了来 那我们从安州的贝贝对吧 每个人三道问题啊 你可加油了啊 我好怕啊 从白凯南开始啊 你会说早吗 你会说早吗 太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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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准备好了吗 魔剪的香菜刀 想上春宝宝 我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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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申请可不可以从前面来一场 一言来来 你喜欢什么歌 不是 哎 哎 他打我了 哎 他们自己组的 真的很狠 好 你都没事 对 我们有的打 一言加油啊 好 加油 好了吗 你这个是问题 你又再问了 元澄贤 我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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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澄贤想谋杀 所以比他长帅的人 请问 天是什么颜色的 太亮了 好 你喜欢吃什么食物 肚子 哇 顺利过关了 是是是 你回去看一下回放 你对老白沙沙 天是什么颜色的 太亮了 好 没有办法 我真的要看颜值 怎么办 小草 你还吃火锅吗 你的毛衣真好看 今天会下雪吗 这个屏幕真好看 你除了好看 你知道我自杀 你不要打了 这个什么都会好看 就没办法呢 我喜欢 行行行 你回去吧 断烟帅吧 帅 帅 帅 来来来 断烟 我没有那么撒谎 我都说帅了 传练 断烟 很连香细郁 谢谢小草 少了一个人 老板 你出来出来 快 我来 我肯定来 三道题有什么的 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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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我们加油 刺我待会儿可能会伤到你 我往这边边一点 好 准备 你脸长吗 什么意思 太慢了 你一旦脸长不长 你都不知道吗 下一个问题 你现在刷牙了吗 现在刷牙了吗 我刷了 你刷狭牙 你刷什么牙 你刷什么牙 你刷什么牙了 你刷什么牙了 最后一个问题 你现在想做什么 刷什么牙 你不要想做什么牙 你就挨打 你就好了 你还在 我终于懂了一个成语叫 我特别想问一下大的客户 就是你觉得依然当骄罗那一下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或者感受或者期待 依然就说 结束了 这一发结束了 选他了 OK 不然选我 我还要再说一些东西 依然你真的是这样的想法吗 不是 你当时想到了什么 我想到什么 这不是太赢了吗 你猜对了 思雨有什么话要说 停 你以为这么容易就能知道维比的烦恼 哼 做梦 所以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按照大家苦苦等待的份上 微微巨头一溜溜吧 世界上最幸福的数字 你知道是几吗 我 卖比 为何与张大大 十字紧扣 卖比 究竟在向活人发射爱心轰炸 卖比 又为何偏偏起舞 这一切的一切 到底是为什么 想知道的话 下周见 下周见 下周见